嗨,我是阿,又回来了,继续刀壁刀 上次我们讲到那个是e-log,这次呢,聊聊什么呢,聊聊就是 生锈的问题,聊聊生锈的问题,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 就是,你们认真看的话,老中的公司啊,他们的卡车 不算是卡车,甚至连车子都不行,真的都不行 然后呢,外表其实看上去,其实做得很好 因为日本车啊,包括现在的美国车啊 这个外表的漆面的那种锈石啊,都做得非常棒 你几乎是看不到任何,就是说,你可能几年都不洗 你都看不出任何生锈的痕迹,但是你把底盘抬起来 你把底盘抬起来,尤其在东北区,像我们美东的区 越靠北,那冬天啊,雪岩洒的越多 一个冬天下来啊,基本上,你的水箱下面的所有部件啊 都已经腐蚀了,不能看了 我在美国买车,有没有被坑过? 有,那个是最早几年,我来美国啥都不懂 真的是什么都不懂 然后呢,也不懂得看引擎,也不懂得看底盘 什么都不懂,就是一个纯小白 在国内也没开过车 我是真的是在美国学会开车了 然后呢,虽然说在国内的时候 我们没接触过小车或者大车,但是没关系啊 在美国都开了十来年啊,什么车咱们也见识过了 是不是?经验啊什么的都有了 其实如果能买车哦,奋劝各位不要在东部来买车 尤其在美国东部买车,什么密歇根啊,哦还有啊 雪城啊,纽约上州这一带 然后堪州啊,然后麻省啊 其实堪州是有钱人的地方 堪州是全国报税最高的地方 但是那些车哦 你如果你去飙车或者是你去买 它要是车贩子可以让你把引擎盖打开 你就去最好打开看一看 最好打开看一看 有的人甚至不看,只看外表,没有用 甚至你可以开上去开一开都没没事 当然没事了,现在的车子做的可好了 发动机又安静 你甚至都点火了,他都不知道 这台车点火了没有,一点了一次 我都遇到这种事情,在修车店的时候 我那台鞋开了11年了 2011年了,应该12年了现在 然后已经差不多快20万卖了 然后开去修,水箱换了两次 第一次呢,我买的时候 我是怎么上单 我去跟一个飙车的买车 买了车之后呢 网上图片都看得很不错啊,评分又高 这个是第一大陷阱 因为什么?标车的人 你没有跟着标车的一起 你买车的没有跟标车的一起进场里面去看车 这是最大最大的误区 一定一定要自己亲自去看车 看车不外乎就是看底盘看发轮机 然后看看有没有转车啊,这些事故之类的 其实小刮小秤,那个叫minor accident 没有任何关系 它只要不是转你的转向系统 你都没有关系 如果它不是转轮圈啊 转那些轮毂啊,都没事 但是这个动平衡 说真的哈 日本车真的是很脆弱 就是你一撞完 像我之前有一台Accord 一撞完啊,不管你怎么做Balance 你怎么做动平衡 你怎么换轮胎 没有用 它就是抖 所以说呢 那换完下百币,还是抖 没有用 所以说奋劝各位啊 如果要买车 必...就是说 有机会 咱们还是去买西部的车 买德州的车 或者买南部的车 或者买中部那些干燥地方 纽约达的啊 这些亚利桑那 这些州的车 但是这些州穷啊 亚利桑那这种 这种货币州比较穷 但是车款很好啊 因为它开了整整 比如说三五年 你把车子拿过来 你引擎盖一打开啊 下面底旁啊 你趴下去看 没有一点生锈的痕迹 但是你在东部 你把东部的车 引擎盖一打开啊 啊 首先 千万不要买纽约市的车 千万不要买 哪怕是这个人在纽约 呃 就是开的卖数很低 开卖数低的车 你也不要买 为什么 开卖数低的车啊 大部分 会卖的 好像价格很漂亮 然后呢 外表看过来 看过去 好像也不错 但是千万不要买 因为这种车几乎没怎么保养 因为它开的少 而且天天就丢在路边 像丢在巴达道啊 丢在法拉车啊 整天就丢到路边 洗车 不可能的 不会洗的 你要买车呢 要买那种有房 有车库的 诶 平时有打蜡的 诶 这种人会稍微好一点 车款还会好一点 冬天那个血盐啊 冬部的这个血盐啊 非常非常厉害 呃 甚至呢 我都听说过有人啊 买了一台差不多的二手车 买回去 开两天 那个塔 塔座啊 塔顶绣了 直接打穿了 啊 这种情况 我我我那时候拿到我那台鞋呢 我都后悔死了 那个整个底盘下面 秀的都被一塌糊涂 那我自己呢 没办法 那都买了吗 还能怎么样 自己打理吧 拿一点那个叫做 秀converter 就是秀转化剂 直接把它涂一遍过去 它洋化之后就会变成黑色 然后你再上一面一面漆 最好有条件呢 你再打磨一下 哎呀 不大忘不得已 不要去买这种东部的车 不管是卡车还是小车 还是 还是什么车 反正不建议在东部买车 东部真的不好 你真的 我没办法选了 你要在东部买二手车 那么 你就是去买什么 买那种 可以让把引擎盖打开看的 有没有生锈的 啊 你认真去看 那些机脚 那些减震垫 还有没有烂掉 尤其是水箱 我为什么说换水箱换了两次了 我我买回来的时候是2019年的西安娜 那时候水箱已经用了八年了 是原厂了已经开始漏了 换了一个全新的2020年人 结果呢2020年就这两年 诶 这段时间 变速箱漏漏了 因为它是变速箱的一个管子接到cooling里面 radiator里面 它生锈了 又漏了 那我又换了一次 这是我换了第二次 水箱 也是平胜的 误区是什么 误区就是没洗车 导致它生锈了 就是下面那些卡扣 这些卡扣非常容易生锈 很多人从来不洗车 然后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螺丝拆不下来 螺丝都锈死了 你怎么拆怎么卸怎么修 没法修啊 只能用火烧 美国修车的那些人啊 尤其是老外啊 那技术凑了一笔 不要说老外 老中也是 拆不下来硬烧 烧的烧的烧断掉了 很多车子不是你开坏掉的 是你修坏掉的 所以呢 北美买车 预算很关键 其二 如果你真的是迫不得已 你要买二手车 你可以买里程数很高 年份很新的车 很多人会陷入误区 哎呀什么麦树高不好 放你个屁 麦树高啊 代表什么 他开得多 他开得多 他平时会不会坏 肯定会坏 他会小修小修 再小修 小修不那个 那能叫修吗 现在他妈叫 现在车子不就这几个部件吗 你自己都搞得定 有的人甚至连钱都不想花 有一些老中 他一分钱都不想花 他就是觉得 我什么叫修车 就是坏在路上那个才叫修车 这种人 百分之百 他是不懂车 不会开车 他能坏在路上 真正的一个好的时机 他在出发前就把这些东西 你没坏 他都知道这个东西该换 提早换 坚决不坏在路上 我啦 我两次没坏在路上 我是坏在路上 但是我都开回去了 然后再把配件换 那之所以我会买这么便宜的车 不就是因为他买素高 然后我也开了一年了 正常的保养 正常的更换配件 我还是比新车好算 你去买新车 现在新车一台24万 小车更夸张 6万块 你买回来干什么 你也不可能给他整天盖的被子 对不对 首先呢 很多人就陷入误区啊 觉得买个新车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有钱呢 买个新车当然好了 谁不喜欢新车吧 是吧 老婆都喜欢一手的 车子的肯定的 对吧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洗车啊 真的非常关键 如果有条件了 自己去买一个 水枪啊 自己在家门口洗一洗 平时每一趟 下雪天开回来 冲一冲 哪怕你每趟出车好 出车完了回来 冲一冲 冲完了 等它干了 打打还油 车子怎么会坏了 是不是啊 可以开很久啊 都不会坏啊 就那么几个部件嘛 是吧 你说发动机会换 发动机怎么会换 开三百万公里 三百万米的卡车在路上啊 都有啊 然后发动机review 不就是换个大小瓦 换个曲轴 哈 换个几个秤套 就那么几个东西嘛 转向换几个秤套 拉杆 甚至就是说修车的很懒 它不想给你换秤套 它就是整个配件买下来给你换 这个叫换件室 我基本上都是 都是叫他们换件室 没有什么修车的 哪有修车 美国没有修车的 全是换件 所以说 你只要保养的好 保养的得当了 经常打还油 像我每周打一次还油 车子怎么会坏呢 对不对 很多人甚至 哎 离合器啊 下面有黄油嘴啊 他们出来没打过 不知道 也没人跟他说 认真下去看 离合器是有黄油嘴的 我这一款是Eton的变速箱 然后是13档 我每周都有打黄油 那小车呢 小车也是这样子 小车你买回来就更简单了 现在满大街 你就买街车 闲大街都是闲 修又便宜 是不是 总比你买一台6万块的车回来 划算了 6万块 按现在的油价 你要开多少万万才能回本呢 没必要 我 我如果有机会啊 我是会摆新车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没有钱 我想吧 呃 这个就是不洗车 所陷入的误区 所以说洗车非常重要 那很多人呢 这里坏那里坏 其实啊 都是生锈锈坏掉的 这个锈真的非常严重 建最多的就是坏水箱的 不管大车小车 啊 甚至呢 有的人从来没换过变速箱油 说是终身免维护 这变速箱油啊 也是有误区啊 那就尤其是卡车的 卡车的变速箱油 可以用多少万卖 啊 有的人说20万30万50万 啊 各种各样都有 认真去看说明书 说明书上说的很清楚了 他让你50万卖换一次 你就50万卖换一次 重力换就重力换啊 机械换就机械换 机械换会更干净一点 但是呢很多车子换完之后就出问题 确实会发生这种事情 换完 变速箱就出问题了 就是因为他以前没换 突然间给他换了 里面的压力啊 那个间隙啊 变大了 确实是这样子 刮不尽当的 那 与其这样子 就干脆开到坏 你把发动那个变速箱啊 再重新修一遍 就好了 正常啊 那些现代的结构啊 真的都很精密 没有那么容易坏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坏 啊 很多人就觉得 哎呀很痛苦啊 车子也是冷 你都会有小感冒 小感冒又不是上手术式 你吃几块药片就好了 是不是 或者自己扛一扛就好了 自己弄一弄就好了 那怎么可能买回来都不会坏的了 是不是 世界上没有不会坏的东西 哪怕是人都会有时的一天 当然了 车子保养的好 搞不好是他先送你走 因为 开这种几百万麦的卡车啊 太多了 那为什么说有的人 会把发动机都靠来报废的 我甚至认识一个小姐姐 她手上有五台卡车 我的天啊 她的功能啊 下坡的时候 把engine brake拉到最大 然后呢 还手动去调档位 直接发动机拉到爆竿了 那甚至有的车呢 下面那个 换油螺丝啊 有的人 有的人嫌麻烦啊 她去换 把那个油底壳 装一个换油开光 结果呢 那个路有时候不平啊 或者地面有异物啊 有些路被撞死在路上了 那开过去蹭一下 哎把那个开关给打开了 油都漏干了都不知道 发动机发出警报了 还在开 发出警报 马上停车 马上熄火 像我表哥有一次水箱爆了 就是冬天嘛 没办法 水箱用久了都会这样子 还有血盐真的很厉害 你一定要勤洗车 一定要勤洗车 自己买一个喷枪 喷一喷也好 这样子 水箱就不容易 不容易坏了 大多数的水箱裂啊坏 就是那几个 那几个小小的接口柱 就容易坏 就被锈坏掉了 因为那个血盐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力 会把这些部件摇坏掉 然后呢 电路系统就是那个 engine harness harness呢多久换一次了 你觉得那个皮 皮带的那个 不是皮带哈 那个电线的绝缘体 都已经炸裂了 那你就刚确换了吧 没关系 也没多少钱 就几百块钱的东西 啊 直接把它换了 像哈 Tranet transmission 有harness 我们叫做变速箱的 那些连接电路线 然后发动机的电源电路线 就这么几样东西的 没有多少东西了 一台车子的结构很简单的 就这么些东西了 你把它 你把它平时自己做车检的时候 为什么说好卡车 我们我们那时候都有做车检 很多人 几乎考完之后再也没做车检 反正车子不是自己的 要么 要么就是觉得自己是一台新车 不会坏 新车都有坏在路上的 全新的 我都见到了 全新的 回来呢 全新的 开了开了就坏在路上了 啊 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说啊 所以说啊 这个东西真的去看人品 真的是看人品 啊 那小东小西呢 自己平时情保养 然后呢 还有就是什么 当我们看到 有一些东西啊 明显已经老化了 提早就把它换了 像我这样子 我基本上 我一看到有东西 或者师傅有跟我说 我该换 直接换啊 没关系啊 直接换啊 这是给你挣钱的东西 是不是 就是 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件工具 你要把它当做你的家庭成员 啊 搞 他 比谁都可靠 你要把它当做好兄弟 啊 这样子才能开得更长久 当然打工 打工 打工呢 打工也要 也要平时多留意啊 你随便换在路上 你的钱啊 大哥 你这样子白白的 就就时间就这样的耗在路上了 所以说 我给人家打工的时候 我都 我自己都是买好配件的 我像我做指甲 我也是买好配件的 老板没有 我有 我修好了 我走 我不耽误出活啊 我不耽误我赚钱 然后换 然后开到院子里面 老板自己去修吧 你自己去修 我能开回来 就是我的本事了 那像我上次 我在院子里面有个老摩 他的七线的街头啊 Graham的街头啊 断了 谁都没有这个配件的 他都要叫拖车了 我有 我下去帮他换了 然后大家都不要堵在门口了 因为要进货舱 要去卸货的 我就把这个货给卸完了 结果呢 过了一周之后 这个柜子又回到我手上了 这个价子又回到我手上了 所以说帮助别人也是能够帮助自己 今天做了这么多倒闭刀的事情 喜欢的订阅 不喜欢的赶紧 拜拜